大公報 港里岸市場助推人民幣黃金計價實施 2015年7月20日經濟A18人民幣觀察巴程博士本月10日 香港黃金戶港通正式啟動 海外及香港投資者可通過黃金戶港通平台 直接參與上海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國際版交易 這一舉措不僅有利於加快實現中國黃金市場的國際化 助推中國參與有國際影響力的黃金定價機制 更為重要的是 基於黃金與一個國家可自由兌換貨幣的獨特關係 在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首次推出的人民幣計價黃金交易 實際上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民幣與黃金的直接交換 使人民幣進入SDR或央行儲備時 相當於有一定比例的黃金或人民幣進行背書 從而進一步提升了人民幣再離岸市場的可兌換 可自由使用到 在實際意義上提升了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近年來 國際黃金市場西退東進趨勢愈發明顯 中國已成為全球黃金市場中的主要力量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黃金生產國 據中國黃金協會資料顯示 2014年中國黃金產量達451噸 連續第八年為居世界第一 同時 中國又是重要的黃金進口國 消費國 2013年中國黃金需求為1176噸 成為全球第一大黃金消費市場 然而眾所周知的是 國際黃金市場上消費者在東方 而定價權卻在西方 其主要原因在於 第一 中國黃金市場仍相對封閉 目前參與交易的市場主體僅限於國內的產金 用金企業、商業銀行和投資者 市場交易與全球市場聯繫並不密切 所以中國黃金市場價格只是倫敦、紐約市場的影子價格 無法將中國黃金市場供求關係真實地傳遞到國際市場 對國際金價的影響力交約 第二 基於黃金與英鎊之間的歷史原因和交易慣例 目前世界現貨黃金價格主要仍以倫敦黃金定盤價為基準 儘管目前倫敦黃金定盤價不斷受到質疑 倫敦黃金定價機制正面臨轉型 今年3月周制交易所期下定價管理機構IBAN 也推出倫敦黃金定價電子平台 已取代至1919年以來運行的倫敦金定價機制 但倫敦黃金定盤價始終是國際市場普遍接受的價格指標 同時也時眾多黃金衍生交易合約的定價基準 第三 倫敦金是24小時不間斷的國際金融交易品種 由倫敦金市場作為每天倫敦實金交收的價格 其後 歐洲 東京 適尼 香港 蘇黎西等於此在此基礎上進行報告 令倫敦金價基本能24小時不停運作 以上海黃金交易分為不同的交易時間段 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以及信息透明度方面都有待改善 黃金戶港通對提升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具有下述幾方面的實質性意義 第一 黃金戶港通的推出是推動黃金市場國際化賣出的重要一步 一方面打通境內外渠道 允許國內的業者通過國際版參與國際市場 另一方面便利國際機構 國際交易所 國際銀行直接參與上海黃金國際版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產品交易 通過黃金戶港通平台為海內外投資者提供機會 互相滲透自己力量 共同參與全球黃金交易過程 第二 作為中國黃金市場對外開放的前瞻性設計 黃金戶港通的推出對中國爭取黃金定價權具有深遠影響 國際版啟動後將吸引國際投資者和離岸人民幣資金 參與上海國際版的交易 加大黃金市場 利率市場和匯率市場的聯動 增加黃金交易的流動性及效率 從長遠來看 隨同 必按 離岸投資者和資金的深度融合 國際版交易將推動交易價格從區域性向國際性價格轉變 對於平衡國際黃金價格也會產生非常積極的影響 第三 更為重要的是 在香港實現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交易 對人民幣加入 實現國際儲備貨幣功能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無論在中國內地還是全球金融市場 人民幣國際化都受到廣泛的關注 特別是今年以來 人民幣加入 SDR 的呼聲不主於以 這幾有中國自身的要求 也是順應全球經濟 貿易與資本格局變動的需要 再努力成為SDR 男子貨幣一員的同時 中國會將更多精力放在有罪推進金融體系市場化 和資本帳戶的開放 從實際意義上提升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對大宗商品的依賴度 黃金遠順於石油、鐵礦石 但從國際貨幣儲備功能的實現 人民幣與黃金的與可最為重要 目前人民幣還沒有實現可自由兌換 再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方面具有一定距離 因此 在香港里外人民幣市場實現人民幣計價黃金 並且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實物交割 相當於以一定比例的黃金對人民幣進行背書 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幣再離岸市場的可兌換性和可交易性 為人民幣加入SDR 貨幣男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市場條件 預計黃金或港通的推出將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大大提升香港里外人民幣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香港市亞洲主要的黃金雜山地 也是國際黃金市場連接中國的門戶 在亞洲實金交易市場中具有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 上海黃金交易所是中國黃金市場的核心酸紐 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黃金現貨場內交易所 聯通上海黃金交易所與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 黃金或港通將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大大提升香港里外人民幣市場 參與國際黃金市場的核心地位和國際影響力 作為全球資產規模最大 體系最完善 產品最豐富的境外人民幣市場 2014年香港全年人民幣 累計交易金額170萬億元 是全球處理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支付的重要酸紐 同時 香港擁有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 為香港里岸人民幣投融之活動 外匯交易 銀行間市場發展提供重要基礎 香港里岸人民幣兌換交易和賊者交易相當活躍 在香港的CNH市場上 國際參與者可以利用香港里岸市場上 豐富的金融工具去管理自身的匯率和利率風險 利用香港全球最大人民幣清算體系 以及覆蓋歐洲、美洲等主要時區的跨時區網絡 將在很大程度上便利國際參與者 參與上海黃金國際版 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一個遍布全球 高效穩定的人民幣資金清算和跨境支付 推動黃金或港通成為一個真正全球化、國際化的市場 另外,香港里岸人民幣市場是目前全球流動性最好 且具一定規模和深度的外匯交易和評判市場 利用香港CNH外匯交易市場 國際投資者可以更便值地利用里岸人民幣和外幣進行黃金交易 由目前的里岸人民幣擴大到主要可兌換幣總 包括美元、歐元、入元、英鎊等 最後,黃金或港通的啟動是速進香港里岸市場和上海 國際金融中心的聯動發展的重要步驟 繼股市或港通之後 兩地市場互聯互通 由股票市場進一步擴大至商品市場 不斷深化促進兩地金融市場的融合與發展 預期黃金或港通推出後 亞洲時段的國際黃金交易將會大增 加之目前中國已取代南非成為全球第一產金大國 以及全球第一大黃金消費市場 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推出的黃金或港通平台 將為中國未來推出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定價盤 以及為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 扮演更加中心的角色與備重要基礎條件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策略園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策略園 以右上班時為共和港通平台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策略園